老柯前一天的發言,你會覺得花蓮的,因為很多花蓮的人是找到恨的嗎? 政治不要泯滅人性啦,這一天都知道不對嘛 固然他也許跟副分級兩個有什麼每天在爭風相對 但是這種天災,這種人民的損害,奇怪怎麼會講那一話 也許他真的是最近在立法院,怎麼講,壓力太大了,怎麼這樣講 現在後來傳說蔡總統決定在520前特赦陳陳總統,怎麼來看這個態度? 這件事情已經八年沒有處理,我是不希望說用這種媒體方法來測風向 我個人是希望說蔡總統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情,他就自己出面出來解釋說為什麼 而且特別是拖了八年也沒有處理,現在突然要在卸任前要處理他的想法邏輯 所以這種比較重大事件,不宜透過媒體方法再帶風向或是說再測風向 你個人意見是贊成嗎? 我還是,這個是這樣啦,這個案子已經八年都沒有處理 我現在突然要處理,我是蠻驚訝,到底怎麼一回事 而且這樣啦,這個也不是說什麼叫特色,證據講說要處理 這道理是,我都不曉得蔡總統到底要怎麼做,我都不曉得 那因為這件事本身,雖然我承認很多過去跟我在一起的好朋友們 他們也認為說我們應該做一些努力,但是很清楚的,這件事非官立法委員的職責 這是總統一個人的職責,那我們希望,如果卻有歧視是請蔡總統 請蔡總統親自出來說明,而不要透過這個媒體來放話 那如果你要問我個人的立場,我個人的立場,我也在這個黨團這邊報備過 我個人立場,本來就支持陳總統要特色 因為我個人認為,從頭到尾這是個政治事件 經過長期的努力,事實上,事實上在2013年會 2012年為什麼會幫陳總統組成這個醫療小組業 也是照應於我當時去找當時在醫界聲量比較大的科P 那科P當時也是跟很多人想法說法一樣 就是說要等審判都結束 那我說那你既然沒有要簽,後來他就發現他的健康問題 他就跟我建議我成立這個醫療小組 那就是從那個時候跟科P有更密切的共識 但是重點是在醫療小組的部分 那我現在無法記憶,因為我本身不是黨員 在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包括是七位院士的連數 包括很多的活動,很多的訴求 那我個人也去找了各個政黨的一些領袖 能夠希望他們能夠背書這件事情 那我記得就是在20,我不知道幾年 因為我不是民進黨黨員 在開完一次的民進黨黨代表的大會之後 那時候有非常高的比率 呼籲他們的黨主席要來做這樣子的努力 那那次就是發生了一些包括尿頓事件等等就結束了 後來我必須說,陳總統從那一天開始就告訴他在身邊的我們 他也包括告訴我說,從此以後希望我不用再 我們都不用再為他個人的這件事情去掛刑去費刑 就是說他曾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從此以後就謝謝大家 請大家不要再為我個人這件事再去掛刑 因為他也知道我們做了很多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